台湾22号是新增了321例的本土病例 加上400例的校正回归 引发各界的论战 分别是把它放到了5月16号到5月21号之间 但是呢 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表示了 在英国日本美国都有类似的经验 专家谈到校正回归 认为各国疫情爆发时 检验量能都会出现人力不及因应 前级管局局长苏宇仁也说没什么问题 代表国内检验量能有待提升 像是英国疫情严重时 苏格兰每天都有2万笔以上检体 来不及判毒 为了消化这些案例数 也在合作增加实验室能力 专家可能某些实验室一天 他只能处理50件的case 但是现在一天可能到200件 人力不足检验速度跟不上 科文哲也制作图卡 呈现PCR裁剪流程 从医院裁剪端 到送进实验室 再到机关署研判 指挥中心编案号 都有中央控管 只不过多出的400例 指挥中心是依据裁剪颈日 往后推2到3天定出确诊日 疫情看似走下坡 但难道不会出现 和真正确诊日有出入 导致出现空窗期吗 规范是在72小时内必须发出 500件的时候 已经这个倍数已经是10倍 所以你的报告的速度相对 你可能会有两倍的延迟 甚至到三倍的延迟 外界担心这些校正个案数 没能及时匡列 可能导致破口提升传播风险 但去了解地方得知确诊个案之后 便会立刻采取防堵措施 陈时中也表示 目前为了避免通报导致时间差 已紧急将确诊个案 要填的栏位简化到八项 另外裁剪量能也需要提升 那这种一千件甚至还有机器 可以到两千件 那这样全台 比如北中南或是各个医学中心 就在医院里面就直接补助他设立 气设备是很贵的 至少五百一千万以上 而且他必须建置在负压实验室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未来几天还有陆续塞车个案 打预防针就看民众能否接受 TVBS新闻 虚猛且无宣童 蔡博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